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就是冒險指南的委託啊 那現在有活動喔 你們點開慶典 可以看到這個幻靈獸討伐請求 這個就是你打封印戰 消滅封印戰首領傷害量前100名的 還有貢獻最高獎勵這些東西就是拿到這個排名獎勵 然後這個偉大的貢獻之一就是貢獻藍莊 你藍莊貢獻的越多 在這個倒數時間完之後你可以拿到這些獎勵 他不定時都有這個活動 那你們看一下喔 冒險指南這個位置委託嘛 每天解完10個 就會有個首領追擊 然後你討伐首領階級越打越高的話 你能接的委託就越多 這就是每天蠻重要的資源喔 等一下要打這個給大家看 打這個活動的模擬聚點戰 我們第一個土龍谷奪回作戰打下來之後 他會有每週的獎勵 每個公會都要開 然後第二個層 這個也是到時候要打巨點戰的前置作業喔 然後第二個我們要打碑洞古城 這旅團要7等以上 命中2要研究2等 圖騰說要2級 才能開 所以我們等一下晚上要來打這個 然後雙利討伐戰也是 這個打完之後就可以打下面這個 但是這個要47等 好不好47等 我們再升級了 討伐階級就是 我剛才講了 你們點冒險指南 然後點討伐首領這邊 1234 好不好 我打到3級 我剛才打死這隻48級的 那你再打下去 你越打越高 你們看排名嘛 排名這邊有屬於討伐階級 你只要打得贏那隻首領 你的討伐階級會提升 你每天能接的委託就越多 這個遊戲就是玩命中的啦 好不好 你命中越高你才能打上面 你發現你打怪都是個位數 然後十幾滴的那種 就代表你命中不夠 那我要怎麼搞命中呢 你看喔 比較划算的衝法 就是衝戒指 那你做這個戒指啊 你有機會做到加加 你看喔 這個加2的加加戒指 叫做名將的傑作 你製作的時候大成功就是加加 或是加 加是名品 一般成功就是像這樣 你看這個加2都大於加3了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的目標呢 是用30級的藍戒把它衝高 你也不用去做45的 因為現在45的飾品材料那些太齊缺了 我覺得想要找一些 簡單的 便宜的 藍色飾品 看這種戒指啊 你們就找 有時候可以直接買人家做好的 加加 加加他賣2,800你就不要理他 那才貴了 這種加加賣2,000多的就算了 自己做嘛 你自己做沒多少 看我現在做兩顆隨便都加加啦 各位觀眾 來我 兩顆 欸 啊 只有一個加欸 就把身上的戒指 還有這個戒指 全部點加3 好吧 啊 啊 我先看一下我要買那個這邊 我的戒指加加沒了 我全部給他衝 反正我也是要分解啦 到時候我們點亞可要用到啊 來1 2 3 好全部衝加3 再給我爆一次 再給我全爆一次看看啦 啊 啊 40% 命中怎麼撐我才152 就收藏點一點 然後飾品戒指 這三個會有命中 還有你的武器也會影響命中 這武器也是命中力影響很多 好我現在來講解我到底怎麼重等的 好不好 來各位你們看我點開地圖 你們應該有看到這個地圖上齁 很大嘛 很多村莊嘛 對吧 那你們看到這邊有個藍色的這些小支線啊 就是要去解 他們的任務經驗值 你看這44級是65,000對不對 44級是65,000 然後你再看這裡的 你看這裡的 這個51級的是95萬 有看到嗎 95萬經驗 那我就去解這51級的 但是打51級的怪裡面有個問題 就是 命中問題 如果你想要月等解這支線 這個是 課金的方法 然後再組一些隊友 一起去打這一怪 51級的 對你們來說有點困難 那你們就不要挑51級的 你們就去解 來我這邊應該還有一些50級的 你們就去解50級的 也有62萬 43級的唯利 你們解這種50級的 49級的 有一個 四五十萬的經驗 解下去就20幾% 十幾二十幾% 你很快就不要到45了 你看我派系任務啊 45等之後我也還沒做 我做完應該是 已經秒升46 有課金 有團隊 你有約一些朋友一起去解 支線那就沒問題 那課金要課多少 我先跟大家講 你也不用真的 抽卡抽到天花亂墜 你就是 該搞的搞一搞 跟命中影響有關的 把命中搞到 170 180 190 這個數字左右 那你就打這些高等怪 就推得到 就比較輕鬆 不然你揮不到 打他就各位數 然後十幾滴 那影響命中的有哪些呢 舉個例 武器 武器就有近距離命中 副手也有近距離命中 副手是最多的 你們弄個30的 30的藍武 然後有個加加更好 命中就很高 然後再來手鐲 手鐲會影響你的命中 戒指會影響你的命中 除了裝備的提升命中之外 我還搞了記憶恢復嘛 記憶恢復這邊 你就直接選啦 命中進去命中 然後你們這邊 這個命中加1 的一些收藏 來我給你們看 往下 然後已完成的地方給你們 這邊都是已完成的 這邊也才10點命中 我也沒做很多命中啦 那命中這邊記憶的做完 記憶就是收藏 當收藏就好 收藏跟裝備剛講完了 那還有一個地方叫雅葵 雅葵也算蠻便宜的齁 我大概跟你們講一下 我一直充雅葵充25級 大概加了多少命中 我這邊就點命中 這邊就3點了 這邊蘇摩莉命中 蘇摩莉命中就是你的靈魂蛋 這邊就幾點了 這是不顯示在面板上的命中 那再來這邊又有命中又3點 這邊也佔了9點 這邊還可以再點啦 蘇摩莉的命中 就是雅葵的命中我也講了 我大概點多少 我大概點了5000鑽 5000鑽就是買一些 10鑽的綠裝回來分解 然後再點 分解再點 這種綠裝 10鑽的你就拉下來點 相對的命中就會再提升了 講完這3點了 還有最後一個命中 我覺得最後的就是抽卡的啦 沒有辦法 你們選卡 選一些命中的屬性吧 我卡池抽了一大堆命中才5點啊 根本沒必要抽啦 除非你們真的很想要紙變要加攻速啦 你看你今天真的抽到紙卡 命中再多個4點5點而已 自己斟酌齁 所以這遊戲不是等級壓制是看命中 等級壓制還是有 以等級來說啦 5等 差5等 你就很難打到了 現在以我45級下去算 我打到48級的怪或49級的怪 我也會有一點稍微miss 那我會到哪邊打怪 會在這邊打怪嗎 你就看我這邊的怪物上面寫什麼 他寫50級的怪呢 我打到他的命中率是高機率命中 也就是說我現在有命中的情況 命中很高的情況下 180、19 我還是有一個小機率是會打miss掉 只要是高機率命中的怪 你都能解 但是呢 如果你變成 這就無法命中了 這種56級怪就無法命中 這種任務你就沒辦法解了 你自己直接點地圖就知道 你這個任務解不解得掉 51到53的 他如果是寫低機率命中 任務怪你就一定打不到 所以你們解任務自己斟酌 至少要是高機率命中